好 各位同学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来讲JIMP 复制以及贴帐 尤其是贴帐的四种方法 这个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那是一个逻辑 图像处理的逻辑 所以 一个一个动作做 把基础搭号我觉得是 学这个东西更重要的 那个复制跟贴帐的很多 软体设计的概念是一致的 你在这个地方了解了运作的这个原理 你以后学什么软体差不多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把这个原理掌握好 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 很多各种图像出的软体 它可能操作的 方法有一点便利 但基本上运作的逻辑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帮你运作的逻辑学习是更重要的 那一样首先 我们把 图抓进来 好那一样 图拉进来 它就会形成一个 软换 就会形成一个什么 底层 就会是第一层 第一层其实也就是 画布的大小决定 这时候我们再抓一个进来 如果是放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变成图层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两个图层 那我们为了操作的方便 把它往上拉 这边你知道 图层是可以拉来拉去的 好 那复制跟贴上呢 我们现在来做最基本的操作 它概念一定是这样子 它的概念一定是这样子 单纯的复制跟贴上 不是进行 裁剪 它不是进行裁剪 这我们上一堂课讲过的概念要弄清楚 不是对图像进行裁剪 而是单纯的 复制跟贴上 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假设 这边这边 假设这个地方我们选按下去 选举形象 比较变 首先你要按住这个地方 作用成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放这个 我们讲过的讲过很多遍 复制选举范围编辑器 前面的video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要被复制的 注意作用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是按下面 你复制的地方 就会是下面这一张 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一张 因为 你这边还打开嘛 关掉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 这个很重要 如果贴来贴去 常没有贴对 就是这个地方 没有注意 操作的过程中 常常会miss 就是这种软体 要具备的概念 跟操作的技巧 他就是这样运作的 用在这个地方 编辑 然后复制 复制下来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呢我们要 其实这个 这个你选取的东西 通常不会消失 除非你特别的什么 全部选 他才会消失 好 所以呢你如果按到下面这个地方来 把这边关掉 这样比较好看 是不是还在 我们讲过的 你可以拉来拉去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 然后拉来拉去呢 你跟他贴上 他就会贴在这边 对不对 那就是你可以拉来拉去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常常碰到的状况 是这样子 我们常常碰到的状况是这样子 要选取贴上 你选取完了之后呢 这个会不见 编辑 复制 什么状况下来不见 以后你就知道 常常在做了之后你就会先把它 关掉 这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办 例如 例如 不要把这一张图 中间 OK 这就是另外一张图了对不对 我们 我们试着给你看 我们先回到这一张 选取 先把它取消 假设我们在这里 我要复制这里好不好 我来这个地方 注意我这个位置在这边 我把它编辑 复制 我可不可以把复制的地方 贴到这里来 可以啊 可是我从这一张图 这一个档案 这个发布档案转到这个发布档案的时候 它不见 那个选取去不见 怎么办 怎么办 有时候是你自动取消 有时候像这个状况也不见 所以贴上就好几种选项 我们来注意贴上 注意 我们先按这个地方好不好 就是我们要贴在它的上面 要贴在这一层的上面 来 编辑 如果用标准的贴上 注意 它是不是贴在正中间 还记得吗 我们是 选在右上角 可是贴却是贴在正中间 对不对 好 那你贴上之后有两个选择 我们讲过 一个是变成什么 浮层 对不对 有一层可以拉来拉去 对不对 然后呢 一个是 两个直接 merge在一起 这个 咦 有没有 结合 结合了 这两个结合了 OK 这个都讲过了 希望你懂 把它取消 好不好 取消 就是这样 好 大家记得吗 我们这边 假设我们这个第安号 这个第安号 我们再试看看 编辑 复制 那我们现在转移到这个地方 刚才贴上是指 直接贴在正中间 如果这个paste in place 注意哦 看着看着 他贴在原来的地方 看到没有 有没有贴在原来的地方 原来一旦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贴上的状况 已经没有这个 选择区了 那你 贴上是贴在正中间 paste in place 你原来 复制的地方是哪边 他就会贴在相同的位置 有没有很棒 真的很棒啊 来我们把它取 把这个拿掉好了 示范给你看的 好都没有 有没有很棒 好 然后再过来 一样 这个都还在 你只要不取消 他都不会掉的 这就是选取的概念 到哪边都一样 这就是他运作的概念 一样 复制 其实也不用复制 已经复制了 要给你看而已 这个地方 这时候呢 另一种做法是 贴到选取区 是什么意思 各位看着 我可以做一个选取区 比方说举行的选取区 等下我贴上 会贴在这个里面 而且是在那正中间 看到没有 因为这个可大可小 正中间 看到 编辑 贴到选取范围 本来在这边选取对不对 他是贴到选取范围 而且是贴到正中间 对不对 好 就贴上 然后最后一个呢 什么意思 各位看着 所有动作都一样 跟他给一个选取区 这个地方 paste into selection place 一样 等下你贴上呢 他会在原来的地方贴上 只是呢他原来的地方贴上的时候 他会被这个选取区 限制住 先不用管 你们就知道了 paste in place 刚才我们是 这个是原来选取的地方 所以贴上 贴上在这个位置 可是又被选取区包围 换句要说 如果等一下 你如果是选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才有 这个没有 这个选项的话 那你贴上的时候两个merge的时候 只有这个地方在merge 交叉的地方merge看一下 有没有 只有这个地方 跟他结合 对不对 那你如果 选项是选这一个 没有用 没有用 他还是什么 他还是继续是整个东西 但不管 至少如果你的选项是 贴到这个位置 我们讲过了 F9 你看 这个位置假设是我们选取区 那你贴上 就这个地方 相递的地方 如果你选择的是 这一个选项 这一个 不是这一个 是 贴上要merge的那个选项 就只有这个地方会被 merge 贴上 就会是这样子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 要跟你讲的 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贴上有 贴在正中间 贴到原来的地方 贴到选举区的正中间 贴到 选举区里面 同时还 被 原来的位置所决定 有交叉的可能 那个什么时候用得到 你先把技术学商所该用到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跳出来 所以贴上这四个 作用 多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讲过了 你只要是跨不同 跨不同 桌布档案的中间 你的选取的地方 就会消失的 我们之前讲的都是那个选取 他会一直保留着 可是 像我们这种跨 跨桌布档案的 做法太多了 或者说你在操作的过程中 你在操作的过程中 有时候 你的某一个选取 你的某一个选取 比方说在做东西 选取啊 就说忙着操作别的东西 要忙着操作别的东西 可能就把它 全部选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但是我们选取的 复制一下子想到别的事情 然后又把它 全部选怎么样 我要怎么办 要怎么贴上 要怎么贴上 已经没有这个了 没有那个选取区可以拉的 这四个功能 就可以帮助你 看你知道 这四个功能就可以帮助你 那十个功能的作用 我们已经一讲 我们已经讲了 那你就希望对你就有帮助 那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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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